維京集團主席沈慶晶 捲入金華城案 從八月底被羈押至今 眼看羈押期將在二十九號屆滿 檢方出招 申請延押 現在沈慶晶楊 沙沙寫了兩頁手寫信向法官求情 內場重複自由 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國民黨北市議員 應小威已經被裁定延押 兩個月 兩個人是行收會的相對人 小省自然難逃 延押命運 在貪污之罪條例的法律規定 裡面來講好了 其實收會跟行會是一個對象的關係 而在行會跟收會 如果其中一部分的被告 在延長積壓的狀態之下 檢方做出申請積壓 而延長積壓的可能性 法院原則上也會做出相應的處置 陳建金可以說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因為他過去兩個月內 至少三度介護送醫 雖然律師申請聚保停壓 但是高等法院認為 臺大醫院回函 被告積壓前後所接受的醫療情況 沒有明顯不同不服醫療常規之情 也沒有生命急迫危險 需要在特定醫療場所接受照顧 因此裁定駁回 不得抗告 周刊報導 神經經日前出庭時 曾經公然嗆聲 如果重獲自由 他要砸重金 拍攝在本案遇到的不公平對待 變成影集 讓世人公平 周刊更指出 神經經表示 他案科之間輕盡排排卻被迫害 如今被駕壓到角度變色 得做輪椅出庭 對此北檢回應 偵查中案件被告公訴 無法證實外界誤揣測 無論是不是真的想拍紀錄片 從時招來才是上上策 此類新聞過程上 新疑台北暢報道